大家上一回知道为什么夹藏料会这么贵的原因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出门左转 然后我们接着讲这个夹藏料做的一些小东西 这个小佛工 我们看到这个颜色跟这个夹藏料还有区别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颜色太好了 接近这边的这个绿色 但是这边的绿色又没有足够这么大这么厚的料去做这个小小佛 所以说这个小佛从更好质量的夹藏料里取出来的 别看它不大 我们说白玉有阳指玉级别的 而碧玉也有阳指玉级别的 所谓的阳指玉级别就是它的这个密度 它的细腻程度像阳指玉阳 这种压光抛光自身出油的这样的料 很难得非常难得 我现在是在窗边的室内光线 雕工也很好 因为好料肯定是配好工 你看侧面那个脸 这都是手工雕的 鸡雕是雕不出这种效果的 你看那鼻子脸颊 然后呢这边侧面脸 从上面看 耳朵 两只手 还有脚丫 表面光主要是看它的预质花不花 结构密度好不好 然后稍微打测光的话就透了 密度非常好 没有什么瑕疵 没有扭裂也没有黑掉 没有扭裂也没有黑掉